第一產開工順利 用金產值挖下象徵動土大吉 大臣集團刺織24億元到嘉義馬籌後建新廠 這裡就是新廠所在地可以看到面積是非常的寬廣 大約有8800坪 而這新廠未來要生產什麼樣的產品呢 今天也特別把產品搬到現場來做料理版 都給大家試試看 一整隻大雞腿放進火鍋裡滾牙滾 台灣人每年平均要吃掉30公斤的雞肉 擴廠預估每月產能將達2500噸 年業額40億元 每個公司每個產業 當它獲利的時候一定會加碼投資 今年的景氣我想一般全世界的景氣 好像都是略差 全世界預估都略差 但我看台灣在食品這塊 餐飲這塊好像熱度還是蠻高的 所以我想我們對最快覺得還蠻有信心的 新廠江財自動化產線 但仍喊出一次爭財 300人要帶動當地就業 目前的規劃是300人 到時候看需求 因為這是我們還有這一期 在稍微還會擴充多一點 就是它有保留一點位置 工業4.0很多都是自動化 一貫化 這個都是趨勢 我想我們也是朝著方向在 生食熟食廠區分層 確保食安 但近來防範非洲駐溫 作為台灣食品大廠 韓家宇也給出建議 萬一的萬一進到台灣 我們應該在短期內就把它清除掉 這要賴政府的宣導 還有農民企業 一定要了解到這種事情 一定不能讓它就是擴散 深耕台灣超過一甲子 這回加碼投資 就要帶動當地一同拼經濟 東森財經新聞 劉備錡和坤源 在嘉義的採訪報導